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天气越来越凉了 那阴雨天呢也越来越多了 那一件防风防雨又保暖的夹克山是我们秋冬衣橱一款必备的基本款 那说到防风又是防雨又是保暖而且又是基本款 大家想到的肯定就是老气土气和路人甲乙饼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来自礁下的三合衣冲锋衣 可能会改变你对防风防雨夹克的认知 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件防风防雨夹克实在是太好穿了 那我特意跟品牌方沟通一下为大家申请到了 两件价值229美金的防风防雨夹克就跟你在视频中即将要看到的一模一样 那作为大奖呢送给大家 那抽奖的方式呢我会在视频的后半段的分享给大家 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看到最后 那我在网上订的这一款三合衣的防风防雨夹克呢 一拿到手呢就被我的女儿拿去穿了 而且他穿了一次就再也不还给我了 我的女儿对衣服的要求呢可谓是十分的挑剔 他不是说要挑贵的穿名牌的穿 而是要穿的舒服 而且看起来呢要有型 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款 防风防雨夹克的五种不同穿法 这件三合衣的防风防雨夹克呢 既可以把外壳和内壳分别单独穿 也可以把它们合起来穿 来对付深秋或者初冬更加寒冷的天气 那这第一款穿法呢就是外壳配休闲服 那在秋天阴冷的天气里或者是在细雨飘飘的天气里 这件外壳呢就来的十分的实用了 那么比如说你平时早晨出门遛狗啊 或者是在周末送孩子去参加一些运动啊 或者就是说你出去要买一点东西很快就回来 但是天气呢真的又阴又冷 又飘着小雨 那你只要把这件外壳一套 里面呢就配着你的休闲服就完全可以出门了 那为了让这套简单的穿搭看起来不那么平庸呢 那我里面的休闲服呢就采用了一个顺色穿搭法 顺色穿搭呢是很多时尚达人都在用的穿搭方法 不容易出错 又很容易搭配 上身的运动衣和下身的运动裤呢都来自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平台 YPL 那脚下的鞋子呢 这双德逊鞋来自BOTDAY 这三件单品的颜色呢不是一模一样 而是顺色都属于一个色系 浅色有点发淡灰的颜色 那么所有视频中穿到单品的链接呢我都会向老规矩 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中 给有兴趣的朋友呢做一下参考 那比如说雨停了或者是天气热起来了 你把这件外壳呢轻轻的脱下来 只需把它折叠起来 你就会发现它的体积其实只有那么的小 可以轻松的放在你随身带的运动包里了 那这件外壳的厚度呢只有0.35厘米 那尽管它十分的薄但是由于它采用了LT Shell的三层合成技术 所以它的挡风挡雨的功能呢 却是十分的强大 那大家看一下我在水下这样猛烈的冲 冲好过去上面基本上没有水珠的 里面呢完全就是干的 那这件防风又防雨的外壳 不仅适合周末休闲的时候穿 由于它的版型比较挺阔 布料呢也很硬挺 所以呢也适合平时 上班的时候把它当做一件短风衣来穿 由于它的版型和布料的硬挺 所以穿上去呢 看上去又有形又显瘦 那有的时候天气预报说可能有雨 我又实在不想再带一把伞 那我通常呢就会穿上这件 又防风又防雨的外壳 那为了配合这个外壳相对随意的造型呢 我在里面呢就配了一件 现在身上穿的这个条纹的T恤 设计的 羊毛衫 那羊毛衫呢可以保暖 这个T恤领的设计呢 又看上去呢 既可以适合办公室的氛围 那看上去呢又不是那么的正式 跟这件外壳呢又很搭配 那脚下呢我配的是一双平底的羊皮靴子 那我经常说好的衣服呢 不在于价钱有多贵 而在于它在细节的考虑和设计上 那这一件防风防雨的外壳呢 就有很多很巧妙的细节设计 那大家先来看一下它的袖口的抽绳设计 那这个袖口的抽绳设计呢做得十分的精妙 那你把它看上去呢毫不起眼 很saddle 然后在天气不是太冷 不下雨不刮风的日子里你把它 抽绳抽起来把袖子呢可以撸上来 而且它很很牢的就固定在你的手腕处 这样你手腕露出的空间呢 露出的面积呢会比较多一点 那看上去呢人就会更精神 也更利索更干练 那如果是下雨啊刮风的日子呢 这个抽绳抽起来呢 又可以挡风又可以保暖 那这第二个细节我要说的呢 就是它的帽颜的设计了 你看当我把这个如果是刮风下雨的日子 如果把这个帽颜 把帽子戴起来 那很多夹克戴连帽的夹克 大家可能知道如果这个帽子设计的不好 你只要人一往前走 稍微有点小风 有的时候甚至连风都没有 就是因为你往前走了 帽子自贡就掉下来 根本就戴不住 但它这个帽子呢做的不仅够大 而且它的帽颜呢够长 可以帮你挡雨 这样你的就算有雨下来 它不会滴到你的眼睛上 可以很好地帮你挡雨挡风 那么我肩上背的这个包包呢来自Bot Today 是另一款我想跟大家推荐的平价好用包 今年冬天流行的包包呢 都是没有金属装饰扣 没有大logo 简洁的低调的奢华风 那这款包包呢 它上面有一个很小的金色的logo 那我通常背的时候呢 我是把它反背的 反背的时候呢 就没有任何的logo 也没有任何的金属扣 看上去十分的简洁低调和大方 那另外我要说我特意选的就是这一款 棕色和黑色的拼接造型 因为黑色和棕色是秋天里你用到最多的两个颜色 所以这个包包无论你配鸵色 棕色黑色 都是很容易搭配的 那这款包包呢 它是两用的 你既可以把肩带收起来作为一个肩胯包 也可以把肩带放长作为一个斜胯包 所以呢 这个是一包两用 第二呢 它是全牛皮设计 尽管 但是它的价格呢 十分的轻民 包身呢 也特别的轻 那我夏天曾推荐了Bot Today的一款 咖啡色的牛皮包那一款呢 大家都很喜欢 很多人买了都给我很好的反馈 那这款包呢 我同样也很推荐 它就是设计十分的简单 比如说上班你不需要带 Laptop 你完全就可以拎一个小包就出门了 它的自重呢 也特别的轻 上面有个拉链 所以东西放进去呢 不用担心 会被别人顺手拿掉了 那这第三款穿法呢 就是内胆的单穿 配短靴 那这件内胆呢 看上去呢 简简单单 其实里面呢 也有很多设计的细节在里面 那它的重量呢 极轻 只有294克 那它的厚度呢 也只有0.77厘米 所以穿上去以后呢 特别的轻便 活动起来呢 十分的自如 那另外呢 由于它用了很好的填充物 你会感觉又轻又灵活 但同时呢 保暖度呢 又特别高 那它的网上说的是 Done Jacket 那我的理解就是羽绒 但摸上去的感觉呢 并不像羽绒 我可以继续去问一问 到底里面填充物是什么 但我可以说这个填充物用的十分的好 又轻又柔软 而且保暖 那它另外一个设计呢 就是这两个 内袋 暗袋 我可以说是 就是在夹克的两边 它有两个暗袋 那这个暗袋呢 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小暗袋 把一只手伸进去 就可以到手的这里 包括一只手再到手的这里 所以它很深 同时呢 它也很宽 那么 你看你的手机 你的皮夹子放进去 绰绰有余 那很多朋友呢 问我说 秋天去欧洲穿什么 那你秋天去欧洲就 一定要戴上 这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了 那大家看一下 我把它折起来 又是轻轻松松的就折成了一小块 可以放进随身带的运动包里了 那运动包这面呢 照样你可以放手机呀 放皮夹子 放你的信用卡 那背上以后 只有 294克 大家说轻不轻 这件休闲的内袋呢 我下身配了一件 直筒的全棉运动裤 那这件运动裤呢 有一个特点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啊 它的后面的两个口袋呢 是这件裤子的 细节设计 那这两个口袋呢 给这个 平平因为这一身穿搭呢 其实 很平常 很普通 那当你在后面有这两个有贴带 的设计呢 看上去呢 就会有一点点设计感 那同时呢 尤其是我们 臀部的曲线 比较扁平的女性来穿呢 他这两个翻盖呢 会让你的臀部的曲线看上去呢 更好一点 那这第四种穿法呢 就是这个内胆配大衣了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 在冬天呢 特别喜欢穿泥大衣 又怕冷的话 那这件内胆呢就来的正是时候了 因为我在冬天呢 是很不喜欢穿那种股股囊囊的羽绒服的 我特别喜欢穿泥大衣 但是呢 我特别的又怕冷 那这件比如说 我身上的这件大衣呢 我特别喜欢 但因为它没有衬力 适合深秋和初冬的时候穿 天再冷呢 就不能穿了 那这时候我只要把这个内胆穿上 那再把这个泥大衣套上 我这个泥大衣的寿命呢 又延长了 我的内胆的寿命呢 也就更加多样化了 我可以配不同的大衣 棕色的 鸵色的 黑色的 只要在天气冷 我觉得泥大衣不够保暖的情况下 我都可以把这件内胆呢 穿在里面 那这第五种穿法 也就是最后一种穿法呢 自然就是把内胆和外壳合在一起穿了 那这个内胆和外壳 两边都有拉链 你只要把拉链拉上 那个内胆呢 就牢牢的固定在外壳上了 当你把两件加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它的重量只有594克 549克 厚度呢 只有1.1厘米 所以呢超轻超薄 但是呢却挡风挡雨 而且呢可以抵挡 奢侈五度的低温 那它这个外壳下摆呢也是有 暗藏的抽绳设计 那像我通常呢 喜欢把抽绳抽起来 这样穿的时候呢 就像我图中这样可以打造比较好的身材比例 那当然呢你也可以把抽绳放出来 比如说你想把臀部遮住更加保暖的话 那通常这样子的话呢 我会在下身呢就配紧身裤加长筒靴 那我觉得这样的身材比例呢 也同样会显得很好 那脚下的这双鞋呢 来自 它是一双厚底的 起脚踝的靴子 那这双厚底靴呢 大家看一下 它是全牛皮 不过它的牛皮处理呢 让它的这个鞋穿起来特别的柔软 下面的厚底是橡胶底 比较厚 所以你下雨啊走在外面呢 都很轻松 也很放心 那么这个底 差不多有5厘米厚 连根戴上去 所以对小个子的女生呢特别友好 而且穿上去由于是橡胶底呢 它又黄滑 然后呢也很柔软 那我对鞋的柔软度的要求是很高的 因为我发现过了50岁以后 穿比较硬的鞋脚总是不舒服 不像年轻的时候呢 什么样的鞋都能驾驭 那这时候我选鞋的时候要舒适还要柔软 那这双鞋呢就完全做到了 天气再冷你配上一顶帽子 配上一个厚围巾 那这件衣服去户外活动 是再合适不过了 又轻 又保暖 那真是适合从30岁到80岁 那么我花了一集的视频来介绍这件衣服 因为我是真心就觉得这件衣服呢 超级的好用 超级的实用 而且呢应该是我们每个人衣橱里必备的一个基本款 那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种草这一件三合衣的冲锋衣呢 那你还有一个中奖的机会 那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抽奖的细节 为了能够参加抽奖呢 请你做四件事 就是在视频的下方请你点赞留言转发并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会在一个星期以后 10月20号 北美西岸时间的晚上9点钟 在这个视频下方的留言区公布两名中奖者的名单 那每位幸运儿呢会获得一件价值229美金的三合一的冲锋衣 颜色呢大家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不一定是黑色 希望大家都有好运气 我衷心希望这一集的视频分享呢 对你有所帮助有所启发 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星期五 不见不散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